家人们分手后再见决情前任 细节完全骗不了人 这集再见爱人2中 歌手苏诗帝与舞蹈导演卢哥 在离婚一年半后再次重逢 而第一天晚上 前夫卢哥便当众表示 来到节目再见前妻 是因为 我缺钱 你要再次见到时速了 你倒是心里期待吗 不期待 而苏诗帝因此会偷偷落泪 遗憾当初的异地婚姻中 没有察觉陪伴一与弟卢哥 我很抱歉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没有陪伴在你身边 我很难过 我们最后 连普通朋友都不算是 而看似对前妻毫无感觉的卢哥 在一起坐车时 还是会乖乖坐他身边 甚至合照时 当其他男嘉宾暗示他 有机会了 他则出不及防伤的手 这倒也不至于 写信时也会坦白自己的遗憾 我希望 你能像爱自己的音乐 一样爱我 我原想 我们可以携手共度难关 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你知道 这遗憾分开的异地前任 能成功复合吗 下一期的精彩 我们有人再见吧